大家好,我是枫叶,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山药炒牛里鸡 紫色的山药350克,牛里鸡200克,一个青椒,一个葱头,三瓣蒜 现在食材都洗好了,然后我们把它切成宽一点的条状 稍微宽点 一会儿肉要稍微的腌制一下 这个山药是我们买来现成的,它是冷藏的 新鲜的没有看到紫色的 所以我看这个冷藏的买来试试 这个块儿都大一点,大概是两三厘米的宽度 这个蒜就是最后拆块出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 然后它味道更好一些 好,现在所有的食材都切好了 然后这个放在一旁备用 这个我们来调点味道 少放一点点白薯粉 你也可以放其他的生粉,倒一点点油 因为它是牛里肌,其实它是很软嫩的 不用放太多的东西 一点点料酒 这个肉非常嫩 所以我就基本上都不需要调 但是少少腌制一下吧 这就可以了 我准备了一个青柠檬 然后把它打成汁 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锅里 它有一点清香的味道 然后山药也不会太软烂 好,把它炸成汁 天用的料,盐,胡椒粉,油 蒜蓉辣酱,酱油 一点蚝油 锅烧热,倒油 洋葱放进去 现在清点香味来的时候,把牛肉倒进去 一般来说把肉拿出来,今天我不拿它 因为它怎么炒它都很嫩 有些肉一炒就老了 然后现在,你看鸡脏没什么红色 把山药放进去 这个山药因为你买来也是半成品 它基本是熟的了 我们不用炒太长时间 先让它过过油 青椒放进去 因为虫要的黏性很大 我们一会儿可能会要加一点水 先让我们沾上调料 加上一条山葱 一条老抽 一条海鲜酱 一点点蒜蓮辣酱 胡椒粉 往上炒 黏油盐少许 然后都炒到 所有的食材 入味儿 如果你觉得它很有牛肉 我们略微的倒一点点水 少倒一点 我全程是开着大火 这锁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尝尝咸蛋 根据自己的口味 最后放蒜 它才有这个蒜香的 然后我们把 刚才几个柠檬 用锅边倒一下 一个是它这个山药不会太烂 一个非常的清香利口 好 好 这些食材倒进以后 就可以关火了 OK 现在装盘出锅 绵而不烂 清香利口又健康的山药柿子椒炒牛肉 就做好了 如果您是素食者 把肉去掉 也是一盘非常美味的佳肴 好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关注我 我是枫叶 我们下次再见 Good Appetit 拜拜